下拉清单要做出来 可能有四个项目 那四个项目要怎么加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在云端上面 云端上面已经有写好的 所以把这个 我刚忘了把这个 开发人员叫出来 开发人员里面 然后我们刚刚的这个表单部分 那我当启动的时候呢 要能够放清单的话 所以一请你把这个 表单的部分点两下 做这之前 点一下这个下拉清单 把它的名称改一下 好像叫CB01吧 这个名称尽量改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改的话 这个程式 网路上的这个程式 可能会跟我不一样 那在云端上我有放完成的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 当我启动的时候 可以能够放清单的话 记得请你一一把那个什么呢 表单的空白处点两下 它会出现是click的事件 请你把它改成activate 因为当它启动的时候 不是当它点击 OK 当它启动的时候做什么呢 把那个CB01 就刚刚那个 下拉清单点add item 放什么呢 请输入项目等等 不过这个因为云端上有写 所以请选择 所以请你把这个中间这一段 CB01 直接贴上 OK 这样的话启动一下看一下 当它activate的时候 就放总共有五个项目 下拉一下 有没有发现 请选择 业务 产埋嘛 这些都有了 好 那如果当它选的业务 按确定 我希望怎么样 它能够去执行业务的 这个批式筛选 有没有 如果选的产业别 就去执行这个 那怎么做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当我按一下确定的时候 我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多重逻辑判断 还有印象吗 多重逻辑if嘛 对 那如果多重的话 就是什么 if else if else if 应该有印象吗 else多重哦 有没有 那剩下来就else 有吗 有这个有概念吗 会不会写这个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大概直接先来看一下 做法上 请你在这个button点两下 程式的话 一样哦 它会呼叫click四键 当它被click的时候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那这个多重逻辑判断 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你把这中间这一段 把它Ctrl C 为什么Ctrl C呢 因为 直接贴上来讲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CB01 就是那个下拉清单 点test指的是里面的字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业务的话 表示它选的业务 then call什么呢 批次筛选 有没有发现 这个公用程序 刚刚写的 你也可以直接在 表单里面执行 OK 应该懂那个概念吧 else if 就是 首先 其次 如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产业别 再其次 产品 还是再其次 那就是什么 客户名称 有没有发现 这个 似曾相似 else 就是不是这上面的 反正我不知道 可能选了什么 下拉清单里面 有请选择 或者是说 什么事都 什么都没选 那我就什么 直接是跳梨就好了 甚至其实 好像这个不写 没关系啊 因为如果不写 不在这个逻辑里面 它就跳梨了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应该这看得懂吗 然后直接执行 下拉 业务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业务出现了 产业别 产业别出现了 产品 马上出现了 所以这个好处是 以后呢 你的资料呢 就呼风唤雨了 你要什么有什么 随时下拉 自动产生你要的 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 客户名称 会跑比较久 一直闪一直闪 但是哦 真的就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如果加了之后 哇 就有画龙点睛 不加其实也可以跑啦 可是加了会更好 因为加这个怎么加呢 其实并不难 城市只有加 一个东西 再加三行城市就搞定了 我快速讲一下 因为时间实在没有太多 一 直接在这边拉一个 二的话呢 把这边改一个PB 因为我名 我习惯叫 Progress Bar 或者Progress等等 然后再来的话 它的名称把它删掉 Enter一下 里面空下来 然后呢 它的底色 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用红色 Wiss就是它的宽度 设为200 那为什么是200呢 因为比较好整除啦 将来如果你不要200 你可以其他数字没关系 但是要整除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当它启动的时候 把这个PB的宽度 有没有 把它设为什么 设为0 因为你初始值 这个当它启动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初始值 不然的话 一下就好像百分之一百 不对 OK 那所以接下来 那当它按确定的时候 这个有没有 当它按确定之后 它要做什么 让它一直跑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 让它一直跑呢 那跑是谁在跑 P字筛选跑 所以我们可以 切到那个P字筛选 你可以游标放这边 按Shift加F2 它会跳到这边 P字筛选 然后要更新什么东西呢 其实更新主要更新 当它跑完一次 我就把那个宽度增加一下 所以在NAS上面 打一个Home 帮我更新那个表单 里面有一个PB PB 然后在宽度 帮我重新再 让它增加 那增加应该增加多少呢 增加I 减掉E 乘上 因为我宽度是200 所以每一等份嘛 那所以是 假设它的总共有52个 它就把200分成52个 所以是52分 算200 52分之200 所以那个公司是200 除以多少 除以那个总共有几个 R个嘛 R减1个 所以R减1 假设说它有53对不对 把上面蓝扣掉 所以这边的话 钱瓜糊 从时分给 因为宽度200嘛 所以用200去 跟那个总共有几个去分 再乘上它现在 总共的那个什么呢 现在跑到第几个 应该懂那个逻辑 最后记得 再把那个更新一下 home.repaint 重新画一下 如果你不repaint的话 它就变成最后才一次全部跑完 如果你要让它跑一个 画一个 跑一个画一个的话 类似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 好 程式写完了 应该懂 不过可能关键在这里 就是我有200嘛 我分给总共几个嘛 每跑一次我就更新一次 每跑一次我就更新一次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回去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我也想很久 终于 大概逻辑 只是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好 做完了 所以我只有改两个地方 一 把这个表单初始的地方加一个 二 当批次筛选的时候呢 去把它什么 这个地方 更新 重画 好 试一下 跑跑看 ok呢 我也不确定 跑一下看看 业务按确定 有跑了 有没有 客户名称 有吗 是这个效果吧 这样就有了 所以 应该不难吧 其实我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细节部分 我就不赘述了 回去 不会做的话 请看影片 ok 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这样会比较快 不然有些东西 可能 那 基本上我第一个 先把PB做出来 在云端上面 也有细节的介绍 所以如果你有些细节 不太清楚的话 请你再看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底下那一列 我叫PB 然后颜色变红色 上面的Caption把它删掉 宽度是为200 然后再增加三行程式 这个状态条 就出现了 以后如果说你要用在 任何其他的地方 的方式 都一模一样 对不对 如果你做得出这东西 以后 很多地 尤其是你要从 网路啦 资料库啦 拉很多大量的资料的话 那一定要等待 可是如果你让人家等待 人家觉得奇怪 这到底是当掉 还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你做一个 这个状态条 放在那里 使用者就觉得 感觉不一样 有那种 比较专业的感觉 所以这个其实是 但是会很困难吗 应该还好吧 还好啦 就三行程式 不过这个三行程式 我应该有原创性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别的地方 有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不要说抄写 参考参考 对不对 参考 OK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我觉得 这乐趣也在这里 如果说有人写出来 城市长得跟你很像的话 那表示说 你的东西是值得被参考 因为有点像 你东西被山寨 其实表示你那个东西有价值 如果人家连山寨 都不愿意的话 那表示你这东西 应该也没有达到那个 就是水平 所以这个当然 OK 不过 今天的话 我就先讲到 那个批次筛选 最后多一个状态条 回去再试试看 那下个礼拜的话 会再继续讲 如何抓网路资料 抓网路资料 至少会有三种方法 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 基本上 我有很多的原创性 很多东西也都是 自己想办法 因为你有个需求 自动抓取网路上大量的资料 但是 如何做 怎么做 对不对 如果没有方法 你就要想方法 也许网路上有人讲说怎么做 但是不见得跑得出来 那怎么办 你就要自己去想方法 所以我下个礼拜 会提供给各位 至少三个方法 OK 当然如果你可以把 这三个方法善用的话 说真的 这就是一项技能 因为很多人每天都会想 有没有 每天 有的人真的每天都在捞网路资料 复制贴帐 复制贴帐 那如果你可以把它工作群 你会发现老板很聪明 如果把这学好 很多人没工作了 对不对 因为它全部都自动化了 对不对 OK 所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下个礼拜再来看 如何从网路上捞资料 那也是从这边延伸的 所以前面你如果学好 后面就没烦恼 OK 所以回去 一定要熟悉啦 这东西 绝对是有它的难度 但是因为难 所以它有价值 因为难 所以它是一个专业 有这个专业你将来 你到任何职场上 我想你应该都会更有 那真的 我想 不只是生存啦 可能还可以让你的那个 价值更加提高 因为你会发现你是被需要的 对 OK 今天我想先讲到 今天我想先讲到